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的这种说法更极端了 那我们也知道 很多人认为加州目前的这个疫情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 好像是加州有接近10%的人陷入危险之中 就确诊率非常高 早前人们就谈过这个问题 到底我们身边有谁真的确诊 然后真的没救回来死了 到目前为止 至少我身边的朋友没听说过 那么有很多人 有这个担心 但是我认为这个担心 事实上是 看不见摸不着的 那你说确诊 现在检查的手段越来越多 确诊的人自然也会检查 但是仅凭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多大的问题 我认为至少我本人没见到过 但是全美现在很多个城市又重新进入了这种紧急状态 反正听起来非常悬 但是我 终归是想告诉 关心我们的人 没那么紧张 其实半个月前我就不断的接到了一些询问 所以你们这是不是非常严重 有在中国内地的朋友 也有在欧洲的 都非常担心 说美国现在这么紧张 但事实上这种紧张 有人真的感觉到了吗 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数据 这些数据不断的在告诉我们 美国的疫情非常严重 但事实上 除了纽约传来的一个消息 大概是四月份 有一个俗世的朋友 他说他的朋友死了 半年下来了 直到今天我又没听说 身边真的有哪个朋友死了 我们有一位朋友算是体质比较差 一个月来两次住进了这个新冠病房 但他的检测都不是新冠肺炎 所以两次都是在不到24小时之内被安排出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无论是确诊还是真的没救过来 其实在医院登机的过程中 他最终是有一些补贴 关于抢救危重病人 抢救新冠肺炎的这个患者 而且所有的紧急医疗用的病房 都是向他们敞开的 但即便是这样 总听到有一些疑似 或者说哪一个朋友的这个公司 有哪一个人被确诊 然后一大帮人停下手上的工作 全部去做新冠肺炎的检测 那么如果说你主动去检测 并没有任何依据的话呢 通常需要三天 但是在医院做这个检测 当时就能拿到报告 基本上几个小时就能出结果 那么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都在关注 好像非常危重 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从疫情一开始直到今天 他的死亡率在降低 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而且治疗的过程中 竟然已经有了血清 那么即便你真的患上了 也不是说像之前那样 医疗崩溃的状态下 得了新冠肺炎就非死不可了 现在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而传说中的这种威胁 已经被人们逐渐的看淡了 我十月份去过中部 十一月份去过西部 基本上 大家的生活都很正常 无论是出来玩的 还是正常的这个餐饮 没有人特意的去谈论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在视频中曾经 介绍过我的经历 我们开车进这个黄石公园 连公园的这个 卖门票的这个 服务人员都没有戴口罩 那么我们在德州吃饭的时候 服务员还围着我们的桌子边 给我们跳舞 唱歌 合着音乐的节拍 非常典型的一个美式生活 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月 连续性的发出警报 好像我们这儿 冰火两重天 一边我们在宣传 这个英国已经开始 注射这个辉瑞公司的疫苗 美国这边马上 也会在新年开始以后 在短期内就给民众 开始注射 无论是哪一个党派 都在宣传 他们的新的医疗方案 要求在 很短的时间内 至少让一亿人 获得注射疫苗的机会 大家都应该知道 美国一共只有三亿多人 那孩子基本上 没有在疫情中 死亡的这种现象 这也就意味着 成年人 注射疫苗 如果真的注射 一亿人的话 基本上就隔绝了 他的传染 就不会再有这么多苦 但恰恰是实境 在这么微妙的一个 时间节点上 我们经常看到的宣传 事实上 不一定都是真的 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谈过 关于这个疫情 政治化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今年 在美国看到的很多问题 都是把它政治化的 涉及到两党的博弈 涉及到选举 涉及到邮寄选票 包括最近突然出现的 这个确诊病例的升高 集中在某一些州 包括我们加州 它让人们更加艰难的 度过这段时光 你已经看到希望了 看到疫苗好像 马上就被注射了 但是 它总有个时间差 在这一刻 许多人还被它吓得 不管能松轮动 刚刚开始这个 恢复的餐饮业 恢复的一些 小的商店 据说又要重新关闭 实际上我明天要去旧金山 那边的居家令 好像执行起来 比我们洛杉矶 更加严格 没有人知道 它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无论是我们生活中的朋友 还是报道中 到底谁死了 没有人知道 只是说 它不断地告诉你 又开始紧张了 在人为的制造一种恐慌 这种恐慌 到底对谁有利呢 如果说仅仅是 医学上的探索 其实我认为 差不多快一年了 大家都知道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而事实上 人们逐渐地 已经摆脱了这种恐慌 但就在今天 一个上午连续接到三次 关于新冠疫情的警报 通过手机发送 它告诉你 现在正在危险的地区 要加强戒备 那你能加强到哪一步呢 再回到那种 啥事也不干 天天待在家里的这种状态 我真心地希望 医学问题 在医学的范围内去探讨 不要把这些问题 过分地造成民众的恐慌 因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 民主党周 应该来说 宣传上的东西 我们建的已经够多的 能消停一点 可能对大家都是一个放松 而且经济正在恢复 小商贩 餐馆 已经讨论过好几次 要重新开业 恢复糖吃 刚刚有一些户外的这个餐饮业 让我们感觉到 所以是轻松 这忽如其来的这个紧张 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知道 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 就是1月20号 实际上还有一个时间节点 是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 这个选举委员会 公布谁是下一任总统 我相信 有这么两个神秘的日子 是吧 无论是哪一个 当一切有了结论 医学上的猜测 包括今天 过度渲染的恐慌 都会迎人爱解 很奇怪吧 大家谈论的是疫情 但背后是政治 因为两党政治的问题 让我们在原本 就非常压抑的生活中 又平添了一丝交流 谢谢大家 再见